主要是来排除一些气质性的病变 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检查子宫卵巢或者是盆腔 来看看有没有子宫的气质性的病变 子宫或者是卵巢的气质性的病变 比如说如果有子宫内部的吸肉 或者是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上的肿瘤的话 都可以导致异常的子宫出血 引起子宫月经不调的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首先是进行一个B超的检查 来进行一个排除型的诊断 当然月经不调的患者我们常常也是要做采操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B超了解子宫了解卵巢 卵巢呢 典型的多脑卵巢的患者 他的卵巢可以呈现弥漫的增大 然后出现多个卵巢 同时小卵巢 但是这些卵巢呢 是没有优势卵巢的 它是不排卵的 所以我们往往对于月经不调的患者 要进行采操检查 来进行诊断和排除诊断 对于月经不调的患者呢 我们同时也可以做B超 那么我们通过B超来动态的观察 他的卵巢的情况 观察他是不是有卵巢的 优势卵巢的发育 是否有排卵 还是排 或者是说 有些优势卵巢出现以后呢 有些人不能排卵 卵巢就自行萎缩了 来因此了解 他的卵巢的发育